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是故意唱的那个难听的 我有保留曲目 我要是哪天认真给你唱一个 我给你整个人死的心都有 能到泡妞的水平 真的 我在歌厅里 我的一两首我的保留曲目 那一唱 那姑娘们 一大片 全走了 但要是真的最后能剩下一个 那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 所以我对圣女的看法与众不同 我再给大家秀一个我的英文 每天一个灾难 Save the best for the last 圣到最后的就是最好的 男的叫圣斗士 女的叫圣女 你看 你们俩有一天在一起 你得这么想 他冥冥之中 就是为了等你 才等到了最后 你也是寻寻觅觅 到最后 俩人 胜到了一起 是不是 而且 雾霾的恐怖 也没了 所以这个 中国的阴晴变得快 哗一下 今天北京 晴空万里 看来这玩意儿 所以北京的事儿就得靠风 所以说你认清风向 是在这儿生活的 生存的 要紧的诀窍 随时你都得敏感 你得注意 风往哪边吹 而且你看 我今天看一段子就过时了 他说的像是昨天前天的事儿了 就说这雾霾 说记者接访 接头 说大妈 雾霾严重不严重 这些大妈说 当然严重了 小伙子 不过你得先看清楚 我不是你大妈 我是你大爷 大爷 今天我讲的事儿 跟大爷范儿有关 咱讲一个国际新闻 你教教 非洲大爷是什么范儿 非洲有一国 叫毛里坦尼亚 这个毛里坦尼亚 这几天呢 正赶上人庆祝 摆脱这个法国殖民统治 55周年纪念日 所以很多这个盛大活动 其中有一场足球赛 据说可以载入足球史册 这场足球赛很厉害 总统亲临观看 这个总统叫什么名呢 穆罕默德乌尔德阿布杜勒阿奇兹 你瞧见没有 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国际新闻的热点 我们新闻工作者得加强对这一类名字的记忆力 你看我这口条 穆罕默德乌尔德阿布杜勒阿奇兹 行吧 就这位 穆罕默德乌尔德阿布杜勒阿奇兹 在看台上看 创造了一个记录 什么呢 就是比赛进行到63分钟的时候 总统说停了 说怎么停了呢 有一说说因为他忙 还有一说呢 说因为他看得无聊 打了63分钟 还是0比0 说这个总统说这个那怎么办呢 说这个加实赛也不用踢了 你们就直接点球吧 点球大战决胜负 然后散了 收摊 就这样啊 中途叫停了 我身边 我不是球迷 我身边有球迷朋友 他们想到哪 说这种修改 就是修改规则 这个肆意修改规则的事 中国也有 说在20多年前 上个世纪80年代 中国队曾经离这个世界杯挺近的 但是后来据说被这个凶悍的新西兰给放倒了 然后足协呢 痛定思痛 就说我们还是投球 差 这个定位球 就脚球 任意球啊 这个功力不够 那怎么办 为了提高投球和定位球的这个水平 足协修改了联赛规则 怎么说呢 投球 定位球 进一个算俩 进一个算两个 这么着来刺激 结果这中国足球水平好像也没怎么提升 可是呢 这个比赛的这个比分呢 一下就是兴奋了很多 1985年足坛有个老将叫池上斌 他当北京部队队的这个教练 当时这北部队啊 濒临降级了 可是最后一轮他挺争气 打了一个5比0 哎 局有戏了 因为呢 当时跟这个北部队同样积分的是山东队 所以这个池上斌一看我们这打5比0 看他我没问题了 保急了 可是呢 他到那个另一个赛场 一看山东队的比赛 脸就绿了 后来据说紫了 气疯了 山东队跟那个对手打了个5比5 那5比5按说也是五个球五个球嘛 可是问题就是呢 这个山东队呢 这五个球不是缴球就是任意球 按照新规则 一个算俩 山东队算10个球 这下北京部队队还是窝窝当当给降了级 所以有的这个球迷在网上就调侃了 就现在不是那个中超豪门吗 哎 争相用了一个巨资啊 引进外援 据说现在这个中国这个中超豪门引外援的投资啊 占到世界俱乐部 这个引援投资的第二位 那是相当不低了 这中国GDP这个不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吗 你看咱这个足球它同步 哎 嗯 好 他们就说了 说为什么国家对亚洲杯 这不行 但是呢 这个中超怎么这么挺厉害 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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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乐部挺厉害呢 说因为啊 你仔细看 那个进球的都是外援呢 哎 本土球员一般在户门啊 所以说这个表现出来 你看你国家队你就是封献无人呢 封献罚人吧至少 这我不是内行啊 但我就有球迷说了 说哎 既然咱们过往也有过这个先例 那么以后 咱们为了刺激本土球员 这个提高前锋线上的这个水平 咱们也可以修改一个这个规定吧 本土球员进了球的算两个 外援算一个 这样哎 假以时日 中国一定会出来哎 一流的前锋 不是这好使不好使 不过这是球迷的联想 我从这非洲大爷教廷比赛的 这我联想的是吗 我联想的是另一件事 多年以前 我在某一个城市主持一个晚会 哎 当地的这个领导啊 就出席啊 当地领导做的歌牌 鸡牌正中间 正中间啊 然后剧场里有2000观众 节目啊演了三分之二 我在后台准备出去啊 报幕啊 然后这导演就过来说 哎 你出去直接说结束语 赶快收摊 结束了 我说那怎么就结束了呢 然后我一看那个当地那个秘书长 在那个导演后头发威呢 那秘书长说 这导演跟我说 领导要撒尿 你听过这个理由吗 说领导要撒尿 就叫停演出啊 说一泡尿我憋坏了 我说 我说剧场里有厕所呀 他怎么不去剧场上厕所呀 我说那秘书长 就说什么呢 领导不是坐那个正中间吗 说这领导他要撒尿 他要得站起来 光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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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经过好多人嘛 完了之后他又得 这么回来 领导觉得太引人注目 领导不方便 领导不舒服 领导膀胖快快憋炸了 赶快停止 好家伙 我估计那两千观众 那后边那三分之一的那些演员 他们恐怕到今天都不知道 他们就是给领导一泡尿给憋没了 他又要不说我还真奴才 这个事后啊 我还替领导想想想 想出了另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那领导啊 他有可能不是小便 他可能是大号 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啊 他可以在外面小便 但是他坚持这个大号一定要回家 他才自在 可能这领导也属于这一路 他是这个大号 别坏了 他就是想 得回家 得回了家 舒舒服服 痛得快快 拖一光膀子 来个痛快的 弄一爽的 这可能是这个原因 那咱们还是应该一夜理解啊 所以说呢 有的这个大人呢 即便他当了官 哎 你看他这个快感 还是停留在 刚门快感时期 这是弗洛伊德的画分啊 刚门快感期 哎 所以有时候他说个话就跟放屁似的 哎 当然 我必须严重声明啊 那是多年以前 哎 比那个中国足球一个进俩 那个不定还早呢 啊 你要是今天 恐怕不会了 哎 在这个党中央现在这个反腐啊 整风这种态势之下 如果还有那种领导的话 恐怕也应该已经被扫进毛坑里了吧